好 刚刚柯委员有提到说 现在的执政党到底是在乱搞什么 民间疾苦他到底知不知道 只会政治斗争吗 看起来是真的 现在是大缺床时代 您如果到大医院的这个急诊室去看 一堆乱象 那南部的情况据说更糟糕 这是立法委员林淑芬 民进党籍的他说 南部有医院寄出挂号费6000元 可以优先排病床 什么意思 因为现在挂号费不封顶 我给你多一点钱 你给我病床吧 那医院就乐的赚钱 6000元不吗 6000元我给你病床 怎么会这样子 我们台湾现在最自豪的医疗的水准 已经变这样了吗 已经变这样的乱象吗 他在质询卫福部部长邱泰源 邱泰源居然跟他讲说 你问我不准 因为我到台大医院看病有优惠 你听到这样的回应是不是气死人 好 我们的赖总统他也是医生 他这个是我们中华民国史上 第一位医生的总统 他今天早上到亚东医院演讲的时候 不小心自爆 他说 有人透过立委来拜托 说需要病床 瞧病床 瞧病床 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这件事情 不是你执政党应该要解决的吗 怎么会云淡风轻 甚至是开玩笑的方式讲出来 有一些家属在急诊室等的快要累死 快要气死 心都死了 心都冷了 我们的医院现在缺东缺西 输液也缺 所以有一些复杂手术不能做 像是子宫镜的手术 那我们看到赖新德讲了说 我执政有三个使命将会拼经济 要维护国家生存发展团结国人 以及这个经济进步 可是到底有没有做到 还是只是喊口号 有人水深火热 可是有人爽赚新台币 我们看到的是云豹能源 它上市之后吓死人 连九日上涨 这个是上市之后 橘框框框 橘框框起来的 可是我们先看看它的股价变化 6月4号的时候 它的股价还在121元 到了今天收盘价是271元 一个月不到 涨幅是124% 真的吓死人了 很多人都说 哎呀 早知道赶快六四之前就去买 可是真的 这个万金难买早知道 我们再来看看包括 这个赖品鱼 大家知道 他现在已经卸下立委的职务了 他没选上 可是身为云豹小公主的他 就是爽 年纪轻轻不到30岁 半个应该半年了吧 半年看起来是没有其他的工作 可是这个卸下立委 在这个翠上面 他po出一连串清凉 美丽必须讲很美丽的 Bikini的照片 那这个让很多人羡慕 有这个网路上PTT很多年轻人 又气又羡慕 有些人就很酸 说哎呀 云豹这么长烂了 玩遍全世界 全台湾供养他们家爽爽过 拿国民的钱过得真舒适真爽 有一些是羡慕 有一些是嫉妒 各种情绪都出来了 毕竟像他这样好命的也不多 那郭世辉我们的经济部长说 我们跳电没有很多 只是媒体一直爆 一直爆 你误以为跳电很多 我们现在已经讲了七成的跳电 真的是这样吗 我打了一个问号 那我们再来看看他在 这个立法院 讲到核三一号机 要不要演绎这件事情 他说立法院能够决定 就是我们做事的依据 把这个球丢给立法院 我们看看谢龙介 他直接跟郭志辉说 听说你有眷情的想法 是不是这样 因为你的核电政策 或是你的能源政策 可能跟当局有干 有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想法 所以你是不是这个 有想要挂关求去呢 我对你感到很不舍 中间有很多绿营的茶壶内的风暴 不过我们看看 这些账是不是都算在赖清德的头上 李当也应该算在他的头上 所以美丽岛电子报的最新民调 赖清德的不满意度暴增 9.4%将近10% 其中对于这个不缺电这件事情 尽管民进党政府说不缺电 可是有一半的民众说没信心 没信心 那有6成4的人主张核电厂研议 这是最新民意 我们来请教兵哥 我觉得 这个邱太远 他真的是 朱泽民No.2 朱泽民2号 我们那个朱泽民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的前主记长 就告诉你 我还没算一碗二十块 去救他 那现在这一个 我不准 因为我都去台大医院挂号 你去不去台大医院挂号 看我们什么事 现在人家在问你说 因为你们取消了挂号费的上限 造成这样的乱象 请问一下你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6000块我是没听过 因为这是林淑芬的 他去南部收集到的资讯 但是我知道台北有2500以上 有 很贵 那请问一下 这合理吗 为什么挂号费要贵成这个样子 那是不是以后就变成 大家都是只要有钱人 我出了洗这个挂号费 我就会优先有病床 优先可以看医院 那我们这种出不起钱的人 就只能够慢慢去排 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啊 当初你们要调整这政策的时候 就已经警告过 你们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现在就出现 那请问一下 卫部部怎么解决 你要提出解决的办法 不是告诉我你不知道 这个真的是很糟糕 我觉得为什么老四 有这种奇怪的格言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这输医的问题也是一样 这个是早就预知死亡事件 早就知道它会发生了 然后知道它会发生之后 你们就是不处理 不处理等到事情出现了 现在告诉我说 会一直延宕到死月 老实讲我一直认为 为什么他们会处理得这么慢 真的是因为来不及处理吗 不是 他们就是故意要等到这样 才可以专案进口 才可以又来一批 又有很多新的超司 很多新的量产 可以出来来帮忙他们赚钱 不然的话 这真的不合理 因为你早就知道永峰要出问题 那为什么一直没有做任何相关的措施 然后就等到事件就眼睁睁的发生 然后我评计讲 赖清德的三个死命 我觉得是三个废话 我请问一下 有哪一个总统告诉你说 我懒得维护国家生存发展 我不要维护国家生存发展 有哪个总统还告诉你说 我不想团结国人保护 2350万人民身家及生命安全 那不是废话吗 然后让台湾经济进步 废话哪一个总统说 台湾经济最好退步一点 有这种总统吗 你讲的不是都是废话 你的作为在哪里 是不是 你要拿出实际的作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样民调还很高 我就觉得很奇怪 台湾人是不是太相怨了一点 云报大家都看好 我也看好 我只是拉不下这个脸去买它而已 拉不下你怎么叫我去买 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在骂他 你怎么好意思去买它 对不对 要骂是 不要让人家知道就好了 这个大家心里头都很清楚 他已经会涨 整个新潮流在造 现在当全都是新潮流 云报是新潮流的 他怎么可能不涨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只是我脸皮没这么厚 我实在是没办法去买 不要跟钱过意不去 真的 赖品渝我说真的 他这样发展很好 我觉得这是比较适合他的工作 真的 他去当个YouTuber 当个网红 当个cosplayer 我觉得都非常好 这个他的表现 绝对比他当立法委员优异 他根本不适合当立法委员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 对他个人人生规划 也是最好事 事才事所 对啊 那至于郭自辉 我就觉得一个大老板 为什么要干这么憋屈的工作 我就不懂 你好好当大老板不是很爽 现在每天被人家洗脸 然后要睁眼说瞎话 说现在已经少了大概七成的跳电 那问题还是跳 现在每天都在跳电你知道吗 他说是你媒体报导 媒体一直报导 你现在一直叫媒体不要报导吗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那他是不是眷情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我想问一下就是 请问一下 你说你都尊重立法院的这个决定 只要立法院给你就决定 就像一下你忘了 你们行政院才刚提复议 请教雨萱 我稍微讲一下 因为云豹 他这个股票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你看他前面想说不对 为什么带兴的上任之后 然后他一直这个往下 没有 为什么最近才暴涨 因为理由很简单 民进党人要进得来 民进党人要进得来 因为他先前是创新版 创新版就是说他有很多要求 跟严格的限制 然后后来云豹 最近之后他才转为一般版 一般版就是说民进党党员 也可以来买了 正常的一般人也可以买了 他没有那个严格限制 所以在最近车位突然你知道吗 他有音乐的脉络跟 你有没有买啊 宇萱 我没有 当然没有 因为我不知道他变一般版了 我都知道我就all in了好不好 我就身家all in了 心情安all in下去了 没有 开玩笑 但兵哥刚才讲一个重点 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绿能 现在就是要炒 就是会涨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新的上任之后 他还有一个计划说 净零碳牌9000亿 各位 他是不是跟你讲说 花东三百很浪费钱 没有 人家9000亿 然后要砸下去 然后我跟你讲 现在太阳能发电 他占我们整个用电的发电比 可能还不到10% 这问题现况就是这样子 他在钱一直烧 然后发电出不来 所以人家厉害是厉害这边 那苏毅这件事情也是 那苏毅其实现在已经 先告一个段落了 那告一个段落你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讲放一把火之后 人拍拍屁股就走了 就伍秀梅 苏当宏他也没他的事情 说有点刺激性跟喝咖啡 跟喝茶一样 然后这个苏毅的事件说 就厂商造假 当初黑心快撒也就厂商造假 因为各位 其实造假这件事情 因为它是全台湾七成 都是它的市占率 所以理论上来讲 我们的食药署是一个主管机关 本来就应该有最高的标准 严格的去审查 他所提交的报告 如果早点发现的话 而且有配套措施的话 就不会有这些状况了 当时不管是林静怡 不管是吴秀梅 都跟我们讲什么 不缺 台湾不缺输液 他说我们有500cc的 可以来替代 不对 2000的跟500的 它的作用功能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看 现在才会讲说什么 为什么包括子宫镜都要暂停了 因为缺乏的是2000的 500的还有 因为它不同尺寸 它的要求跟它的手术项目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讲一点 赖青的这句话在说谎 说他会守护2300万人 你知道为什么说谎吗 因为当大陆 中国22条台独惩计出来的时候 他竟然说九成的人都会中奖 而不是自己以总统的身份 挡在一滴线说要判就先来判我 他是一个没有担当 没有要守护全民的总统 来 左远 我觉得这个电力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严重 特别是我们夏天 真的是已经爆表了 我告诉大家 我们今年 我们就未来六年当中 我们编了6145亿给台电 做这个韧性电网 你现在不要再告诉我 有什么小动物 什么小麻雀之类的 已经编了前6000多亿 然后刚刚雨萱特别提到了 这个所谓的绿电 再生能源 蔡英文过去8年 只提升了4.5% 然后目前来说 我们只有占10.15% 2020年到20 这中间怎么办 云报赶快发挥吧 好不好 不然否则我们剩下 还有9% 才能帮我达标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我们的绿电到底怎么来 一定会加码来 去做这件事情 那有关于这个护理人力 我还是必须要说 从头到没搞清楚状况 现在目前来说 一个人平均等病房时间 是2到3天 有很多医院 说实在他只开 他只关了三层的床 本来是500床 就在我们北部 有500床的 他目前只开了350 为什么 因为没有护理人力 这个医病病 目前为止 都没有办法来解决 我真的觉得 卫福部我们台湾的 这个真的是 非常的无能到极点 很多医生 说实在过五不开刀 过五不开刀 这是何等重要 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没有这些医护人员 没有办法开出这些床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你知道到任何大医院里面 所有的大厅 全部塞爆的人 这是一个文明国家 该有的这样一个措施吗 然后你看我们的卫部部长 这个邱太元 我说实在 他以前跟他在立法院同事 他就是个老好人 什么事都OK OK 好好好 什么都来绿 他都说好好好 好到你看连台大给他优惠 他都可以把他讲出来 我真的觉得 然后那个郭志辉也是一样 吃了一顿饭之后 你问他什么 他都不知道 可是他现在问他什么 他说我们依法行事 依法行事 他以前还有办法 从他口中 套出一些话来 目前为止 他说我们以立法院的方式 来做事 我个人觉得 他的整个 应该是我们这个内阁当中 第一个可以 可以想要眷情走人的 因为他目前为止 即使很想做官 可是这样的官 以这种大企业 大老板来说的话 这种官对他来说 真的是太沉重 太沉重了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吧 如果能源问题处理不好 也一个产业界的人 都处理不好 我真的觉得 那赖青城 真的回去找王美华 观众朋友 在我们节目画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这个QR Code 只要拿起手机对准扫描 下载之后 就可以一手掌握TVBS新闻 和我们一起发挥监督的力量 20秒之后 新闻大白话 准时回来 好的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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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呢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